这位哥们用了最简单的场地 最简单的道具 拍出了杂志封面的同款 可以说是很传神了 有那个韵味 只是颜值有点跟不上吧 没关系 颜值不够 化妆和不紧来凑 一直知道三星和苹果两个手机品牌 是旗鼓相当的对手 但今天无疑在街上看到这样一幕 他们啥时候在一起了 谁知道呢 难道是公开练琴了 这在网上也没听说消息呀 都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我去了我的诗和远方 结果走了这么久 发现居然变成了这样 一下子就晒得通体透黑 这色差也忒明显了 这就是后果 瞎子记得换上防晒的装备呀 谁也别给我灌鸡汤 谁也别劝我 我只想找个舒服的地方 安安静静地躺着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 就让我做一条没有梦想的咸狗吧 你也差不多是一条废狗了 看自家的狗狗看你也了 突然想换一只猫 可是呢 我的钱包跟不上我的思想 那么怎么办呢 只能给它换上新装 假装自己有一只猫 住人给我换的这套新衣服 怎么这么不透气 脑袋和屁股都给遮住了呀 老师中午的时候叫个不停 简直吵死人了 现在让我抓到你了吧 我也让你尝试一下 被整天吵吵的滋味 看看好不好受 你给我听着歌去睡觉看看 一牙还牙才是最好的报复 一只馋 一般能要在地下生活 四到五年才可以出来 而且出来只能够名叫短短数月 这位朋友 人家真的很不容易啊 你这样对它是真的很严格的 比想象中还要严格 这感觉就像是你考家招 考了六年 刚一拿到家招 就被交警给吊销了 这年轻人立即